热拉随身听 因为有爱 所以聆听 怎么了 小萱说刚刚遇到了一个老朋友 嗯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什么问题 如果 你一直在寻找的真相 会让你遍体鳞伤 你还会继续寻找吗 会 与我而言 直到真相始终解脱 嗯 欢迎收听 进江文学城 鱼双原著 热拉出品 Always工作室制作 现代百合广播剧 误入昏图 第二季 第七期 真相是什么 就是某人从小就爱恋我 长大还不敢说 还偏偏要假装自己是恋梦 不好意思啊 大家先听句 我有些家务事先解决一下 童姐 上次拜托你查的新婚员工离职时间 有结果了吗 嗯 快了 再等两天 奇怪 吃晚兆呢 嗯 美 美 美人出狱 关门干嘛 我披了浴巾呢 过来 我给你擦擦 不 不用了 我自己来 可是医生 没事 医生只是说 不要让伤口碰到水 我自己可以的 没事了 我真的可以的 我知道你可以 能不能先把我的内衣递出来 又来了 这个人每次都这样 喂 迟总 是我 我听西安说 你们年后要回汤衣果 嗯 我想和你们一起回去 好 我知道了 我让周深安排 谢谢 谢谢 不客气 西安明天几点出院啊 要看具体情况 我会安排的 好 那我在家做好饭等他 嗯 是海宁吗 他说了什么 没什么 他问我明天给你煲什么汤 你怎么说的 我说随他吧 毕竟味道一样 都不好喝 哎 好险 差点就要在医院里过年了 迟总 要不你让周深送我回去 你直接回老宅 陪迟轩吧 不用 迟轩也会过去 嫂子 我来接你了 你和小萱先去 我要和周深回趟公司 好 小萱 照顾好你嫂子 嗯 你姐说 你和我们一起吃年夜饭 嗯 我跟姐说好了 小萱 如果不想去 就别勉强自己 我 小萱 不想去就不去 强扭的瓜不甜 嗯 嫂子 我觉得你和别人 真的不一样 嗯 要是我妈或者大哥 他们肯定会用一大堆的道理 来想说服我 其实那些道理我都听腻了 但是你不投 你不喜欢说大道理 嫂子 你是不是也觉得 我对王海宁很过分啊 想听真话了 嗯 站在海宁的角度 确实过分 站在你的角度 也不过分 所以 我不会劝你接受海宁 更不会说 希望你们好好相处 这一类的话 因为你没必要接受她 就像她也没必要 对你们心存愧疚一样 这 海宁她不能选择自己的出生 但是她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 我相信她的人生里 没有持家 她和你们 永远是陌生人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嫂子 到了 回来了 我正宝 先进来吧 嗯 嫌嫌回来了 今天好热闹 嫌嫌给嫌嫌做好吃的 嫌嫌 想不想我 把我照顾下嫌嫌 我去包饺子 还是我去吧 总不能当白吃饭的人 开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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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去洗手 哦 我是 陪人要玩吗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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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噓 不会的可以问我 嗯 一起包饺子 气氛 OK 夫人配心了 吃总 吃总这么开心 喜欢下雪天 太冷了 不喜欢 要是 等会儿要是一个人 就留下来一起吃吧 不用了 吃总 江助理约我晚上吃饭 哦 原来如此 那你们也好好享受二人世界吧 小萱 小萱 你看什么呢 没什么 就是有点想我外婆了 想你外婆 对啊 嫂子 跟我说说外婆的事情好不好 我又不认识 怎么会不认识 我外婆就住在对面 你说你外婆就住在对面 对啊 你不记得了吗 我记得之前对面住了一个婆婆 她特别会做菜 有时候我爸不在家 我就带女王去蹭饭 你很喜欢她 嗯 很喜欢 嫂子 嫂子 嫂子你怎么了 没事 我脑子有点乱 回房间待一会儿 喂 喂 喂 我 王海娘 怎么了 你能不能 你能不能 问问看我嫂子怎么了 西安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 刚刚还好好的很高兴 突然就要回房间静一静了 你们刚刚在聊什么 聊我外婆 你外婆 对 就住对面了 我以为嫂子是知道的 我姐和我说 你帮我看着点火 我进去看看 好 怎么了 西安 心里有点乱 说吧 是不是因为迟总 汉宁 你说她到底是什么意思 上次我们来的时候 明明聊到过对面的老婆婆 但她居然不告诉我 那是她外婆 西安 你有没有想过 迟总选择这么做 也许是有原因的 什么 就比如你 你已经对她完全敞开心扉了吗 我 可是我 你既然有可是 她当然也会有 你觉得 迟总对你如何 他对我 很好 什么时候开饭呀 行了 你陪燕燕玩会儿吧 我先去弄碗饭 姐 你回来了 嗯 姐 我好像犯错了 我告诉二嫂 外婆就住在对面 我以为她知道的 你之前和我说 行了 我知道了 回来了 嗯 好吃吗 嗯 好吃 也不是很好吃 就是我饿了 你笑什么 没什么 觉得你和迟总 还真是亲姐妹 你最喜欢的水晶饺子 嗯 很好吃 好吃就多吃几个 等会儿凉了就不是这个味儿了 迟总 你说对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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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到了你在常宁 放炮主的样子 觉得很逗 也不知道 村子里现在怎么样 别多想 肯定好着呢 嗯 我也买了烟花 要出去放吗 好啊 姐 你在看什么 没什么 松手啊姐 妈不都要被你捏烂了 就这里吧 比较开阔 好 你去哪儿啊 去找我姐啊 你姐现在可不想找你 啊 来跟我一起放烟花吧 别去当电当炮了 哦 西眼 小轩和你说我外婆的事情了 说了 生气了 怪我上次没跟你说 没有 我没有生气 我可以理解你 我可以理解你 西眼 我说过 理解和不介意是两回事 我没有介意 真的不介意 也不想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告诉你吗 走 我带你去个地方 姐 你们去哪儿 别 你干什么 有没有人跟你说过 你情商有点跌停 我 小朋友 放烟花吧 你这小朋友 去哪儿 去哪儿 到了你就知道了 进来吧 你在干什么 就是这个 走吧 回家看 刚刚 你给我看的画 上面画的人是我 是你 所以 你早就认识我 不对 你早就喜欢我了 是的 是 是 少许的时候 嗯 画作给我吧 去坐会儿 好 这是我哥二的时候 那天 去参加比赛 还有女王 为什么都不和我说呀 我害怕 这份感情太强烈 我怕吓到你 还建议吗 建议 建议你没早点告诉我 如果我刚刚想了想 如果你在第一次见面 就告诉我 我们应该就不会这样 毕竟 那个时候 你对我来说 还是个陌生人 西眼 我 太冷了 我们回去吧 导演 豫 都 没有 这个 你们 你们 太冷了吗 还放吗 放 放吗 汪海宁 对不起 没关系 我妈自杀过 就在他带你回我们家没多久 我很害怕 家里只有我一个人 我就把自己关在公寓里 我搁在公司 家里就我一个人 我不知道怎么办 我 行了 别说了 满眼都是红色 我妈妈躺在浴缸里 好了好了 别说了 都过去了 汪海宁 对不起 别想了 回家吧 小萱 你怎么了 第六届世界互联网 是不是海宁说 没有 没有 姐和嫂子别担心了 刚刚在楼下 风太大了而已 没事就好 你能出去玩了 动不败爷爷 好了好了 这就来喂你了 他怎么了 眼睛那么红 没事 风太大了 把他吹哭了 焦气 是焦气了点 我先铺床 你要不要去看看小萱 需不需要什么东西 洗漱用品 我这都还有 好 你觉得 他们俩刚刚怎么了 不知道 不过不管怎样 总归不是坏事 好烫 王海宁 你是故意的吗 你刚刚在外面受风了 需要泡热一点 那也不用 别动 好了 自己擦擦 姐 我先回屋了 池总 一起泡个脚 不用了 也对 池总肯定不冷 说不定等会儿还要消火 我先回方了 好看 挺好看的 你看这花 我都快要记不得了 我也觉得好看 花好看 人更好看 你在画这些的时候 在想什么 在想 今天晚上 到底什么时候会实现 我 我 我 请别管了 夫人 春孝苦短 小鹿鹿 吓死鹿鹿了 鹿鹿 好吵 醒了 还要不要再睡会儿 不用了 也睡不着了 希望我陪你吗 你陪我就够睡不着了 我先去洗漱 这是什么 哪来的项链 这项链是你给我戴上的吗 嗯 喜欢吗 挺喜欢的 那就好 新年第一餐 这么丰盛啊 满意吗 太满意了 我可真想拥有你这双手啊 那你还是想想就好 好了好了 快吃 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收拾好了 收拾什么东西 他 我准备和你们去套A国 什么 你要和我们一起去A国 你是要去看我爸吗 齿轩 姐 你为什么之前不告诉我 他去A国做什么 是去看爸爸吗 是又如何 小轩 你也不是孩子了 王海宁和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以为这几天你已经明白了 他要去 自然是有他的理由 哪怕是回去看爸爸 你要和我们一起去A国 有些事还没有处理完 要去处理了 你是想去见他爸最后一面吗 确实和他有关系 西岩 西岩 好了吗 周叔叔已经到楼下了 好 就来 亲爱的旅客朋友 飞机即将起飞 请您关闭手机等通讯设备 谢谢 喂 佟姐 西岩 你之前让我调查那些离职的人 我查出来了 他们基本上都是两年前离职的 两年前 对了 一周的假期快要结束了 还需要给你几天时间吗 嗯 我可能还需要四五天左右 行 那我先把通告都延后 好 谢谢佟姐 怎么了 在想什么 我在想 人和人真的很不一样 有的人为了名利 可以抛弃一切 而有的人 却将他们视为粪土 真的很奇怪 不奇怪 每个人生来便是不同的 目的不同也正常 若是人人都一样 那这个世界就要乱套了 你当初 为什么会相信我是无辜的 有些人 骨子里是不会变的 我相信你不会 我相信我提到 小剧场时间到 夫人为小萱如此费心 想要什么奖励 衣服包包 在世项链 口红都可以啊 好 那就奖励夫人 两天不下床吧 你喜欢我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抱歉 抱什么歉 你还我没有体会到早恋的感觉 你陪 第二天孔熙岩拍完戏回家 就被迟晚照拉到房间里 床上端正地摆着一套校服 制服短裙 我赔给你了 穿吧 黄昏和落叶 黄昏和落叶飘在 想你的秘密花园 记录音乐 记录清闻的画面 和你微笑的眉眼 千万种组合排序 你才是唯一结局 所以宝负 所以宝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我的朋友 你才会 千万人之中遇见 和你百分百爱恋 So baby, please say it to me 灿烂的大声高谜 不要再轻妙的线 不要再偷偷想念 粉红色花雪翻译 变奏成转手和弦